也有一段時間沒有這樣坐下來和大家聊天 這次我也想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說這件事出來 分享給大家知道 其實這件事發生在一個多月之前 也影響了心情很嚴重 睡不著覺很不安 經常做一做一做就會想起 甚至乎在睡覺時會突然慘叫大叫 我想也會嚇到燈 但我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和大家一起集氣 所以就決定分享給大家知道 也要讓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出片慢了 就是我在一個多月前收到的消息 一個很壞很壞的消息 一個身處在外國的人最不想收到的消息 就是我在香港家人患了四期的癌症 當我知道這個消息時 我相信所有人都一樣 就是晴天霹靂 很緊張 真的以為自己的訊息是看錯的 會看幾次 是否真的呢 很懷疑自己的眼睛 一刻 然後 開始想不到事情 很害怕 不知道做什麼 當你聽到這麼大的消息 你會不知道做什麼好 因為你未遇過 每一個程序 連續整個月都很影響心情 很不精神 很容易不開心 很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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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心情好一點 因為昨天和醫生聊天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 我到底這一個月經歷了什麼 就是由一開始知道的消息之後 不知道怎樣做 很徬徨 上網找資料 看了一些過來人的分享 看了很多很多關於相關癌症的資料 於是乎我去借了很多書 就是這一堆 全部都是關於如何應付癌症 如何對抗癌症 抗癌症 這些書來的 我真的對於這一類的病 是沒有知識的 也都不懂 學名 醫學名 要怎麼醫 怎麼做 是什麼症狀 都不知道的 因為最近 家人都不停在做檢查 所以之前一直都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後來真的找到了 找到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真正開始有些行動就是昨天的事 所以我在這段時間很迷惘 不知道怎樣做 但我很慶幸 看了這麼多的書之後 真的有幫助 對我自己去怎樣面對這件事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煩 其實我分享這個經驗 也想透過這段影片 可以抒發一下自己的不安 因為我看過一些文章就說 癌症的家人就是第二患者 但凡有家人是有病 其實每一個家人都一起去面對 不僅只有患者一個去面對 我也很認同這個說法 所以我作為家人就一定要幫忙 無論如何都要幫忙 不懂嗎? 好 那我就去看書學習 不知道嗎? 問醫生吧 總之有很多方法可以讓我們家人的 可以幫忙 就算是鼓勵病人也好 都是我們家人要做的事 那譬如這什麼書呢? 譬如有食譜 譬如在治療的時候 如何吃得健康些 有什麼營養要吸收 還有心理上 患了四期癌症的病人 心理上要怎樣面對 這也是癌症的食譜 這就是患了癌症之後 需要預備的錢 始終醫療費都是大的開支 大概就是這些書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步驟後應該怎樣做 所以我就走到看了很多書 以及看了很多資料 所以我這一陣子完全做不到事 我的心就是只顧著看相關的書 想要快點去學會 這些必須的知識 然後幫助家人 所以很對不起 我真的出片出得慢了 甚至我甚至Facebook 和Instagram 也有些時候 是空置了沒有理據 加上我本來是分享一些旅遊的資訊 有時看到自己分享這麼漂亮的風景 這麼開心的風景 我第一時間就想到 我真的很想帶家人親眼去看 而不是只有我自己一個看到 所以有時都覺得 看了一些照片 很漂亮的照片 唉 算了 還是不要出了 真是拿經的真情 現在自己 自己的心態 要有很多調節 雖然是這樣 我也要開開心心 和健健康康 也要照顧自己健康 只不過我也需要少許時間 去處理自己的心情 和處理這些事 現在終於開始好一點 終於看到醫生 跟醫生談了一些接客人 如何做 還有一些方法 雖然四旗癌症 一聽到這個病 大家都給我一個訊息 哇 天啊 慘了 我自己不是這樣看的 我不會去想 唉 很慘啊 很慘啊 當然第一次會不開心 因為都不想有任何事情 發生在我家人裏面 但是發生了 我嘗試去樂觀一點 去面對這件事 是現在醫學昌明 有方法的 也都看了很多書 真的有些病人是好轉的 所以我就決定 我已經決定了 就要和家人一起努力 去打低這次病 所以這段時間 我在日本 我就把影片電話 打給她 給她 去鼓勵 和說一些正面的說話 支持 大家可能會好奇 問我 那你回到香港 那我當然是回到香港 難道在這裡嗎 我覺得見到家人 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真的因為疫情 要隔離這麼久 我都不會想 那麼長時間都不回家 現在是我人生最長的 一段時間都不回家 以前我是三四個月回去一次 現在是迫住隔離 所以才有這麼大的開車 才令我擔誤了 但是也不管了 現在我覺得家人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馬上訂了機票 和訂了酒店回香港 其實本來我打算 可以和大家辦見面會 之後決定了 之後才公佈這件事 後來發現 我要看很多資料 又要和醫生談 等等等等 都沒有時間去辦見面會 或是辦活動 所以不能答應大家居住 所以不如直接公佈了 我會回香港這件事 以及公佈這件事 給大家知道 所以現在回香港 都要隔離七天 亦是一個不少的開支 但遲些不知會公佈 改五天的 希望他會 我便可以快點見到家人 說到這裡 我覺得家人很重要 對我來說 真的沒有事比家人重要 工作 就算沒有了 可以賺過 錢沒有了 也可以賺過 就算難聽說的 老公沒有了 也可以賺過 但家人真的有今生 沒有來世 我自己這樣看 所以無論如何 我都希望和他一起 熬過這一關 我都希望他能聽到這番話 對 對 其實 我做人很簡單 只要家人開心 努力工作 賺到錢 給家人 健康 自己健康 開心 便可以了 只要這些基本的事 滿足到 開心 健康 便足夠了 我亦希望透過這條影片 可以給予一些信心 支持 一些類似的家庭 如果亦都面對同樣的困難 我都希望可以鼓勵到你們去面對 積極面對 不要每天都不開心 每天都沒有機會 其實有很多方法 就算是穩定病情 就算是怎樣都好 總有方法 我們要為最差的情況打算 但亦都要向著有希望的地方前進 亦都相信醫生 相信自己 相信病人 相信醫學進步 如果有些朋友想留言給我 如果是一些負面的訊息 就千萬不要留了 我不想看 我也不想因為負面的影響心情 因為已經很沉重 但如果是正面的訊息 去支持我家人 我是很歡迎的 我也很希望透過這條影片 可以集氣 讓她知道 其實真的很多人 在鼓勵她 打下她這次的癌症 而且放心 我之後會繼續出片 只要現在收拾了心情 就會繼續努力 看片時可以幫我看長一點 看廣告 留言、讚、分享 做齊了 我就已經很感謝大家 好幫到我了 大個女兒 我會鼓勵自己努力一點 去積極面對這些事情 是的 就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也努力生活 珍惜家人 愛你的家人 拜拜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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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